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唱跳结合 魅力十足 费尽心思养鸵鸟 王光为何还遭遇了难题 鸵鸟蛋孵化率低 乡土专家能否找出原因 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敬请收看本期节目 鸵鸟厂的坏蛋 从一个小小的胚胎 慢慢发育成破壳的小鸵鸟 这一个个新生命是养殖户们的全部希望 却也带来了烦恼 光哥 咱不是养鸵鸟吗 为什么来这么大仓库啊 这不是仓库 我是孵化车间 孵化 孵化鸵鸟吗 对对对对 当小妹在孵化场找到王光时 她正在等待自己的小鸵鸟出壳 今天是王光第一批小鸵鸟出壳的日子 由于鸵鸟蛋个头大 难孵化 它都是把肿蛋送到孵化场代孵 付出的小鸵鸟由孵化场代卖 每只能卖到550元 你在这送了多少鸵鸟蛋 在这送了四五匹吧 四五匹有多少个 一个是三十个吧 这是刚开始出是吗 对 第一匹出个鸵鸟 四个鸵鸟出了一个 那这为什么其他都不出呢 里面有坏蛋吧 可能是 里面有坏蛋 对 我也不知道坏蛋 那个为什么是坏蛋 王光所说的坏蛋是什么 邦小妹决定和她去孵化室寻找答案 这个它一般是怎么孵化的 就是咱们这个孵化周期就是42天 42天出小鸟 七天以后我们一直照一次蛋 看它受不受惊 这怎么照啊 这个 这个从七十这儿 它就能看出这儿一种胚胎 这个有小黑点是吧 对 这个是受惊蛋 就是 我再给你拿一个换一个 看这种点 它就没有受惊 它就是什么也不显 孵化场技术员告诉王光 鸵鸟蛋里的小黑点是正在发育的胚胎 这样的蛋才有可能孵出小鸵鸟 看不到小黑点的就是没有受惊的蛋 也就是坏蛋 然而 即使受惊的蛋 在接下来的孵化中也充满变数 我想再看看三四周的情况 看这血管 这能看到血管了 看 看到这个黑色的道道 就是它的血管 对 再给您画一个看 这个弱 弱晶 这血管细 明显比那个细 这个弱蛋还能孵出来吗 好的话就是能出个小鸟 就是出来的小鸟特别弱 这只能说堵一把了 光哥 这原因是在哪儿 你这种鸟的问题 人家别人种鸟率在那个百分之九十 你这个百分之三十 弱晶蛋也是坏蛋的一种 很难孵出小鸵鸟 王光经过查看发现 正在孵化的四十个种蛋 没有受惊和弱晶的坏蛋 共有二十七个 超过了三分之二 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坏蛋这么多呢 求助农户 王光 年龄三十七岁 河北省保定市李县 林铺乡 孙庄村人 养殖种鸟鸟三十只 求助问题 小鸟鸟出壳少 这么多鸵鸟 是是是 看它们就长得特别可爱 然后它眼睛长得特别大 然后那个眼睫毛长得好长 好疼啊 咬我瘦了 好疼啊 它怎么说咬人就咬人呢你 它在给你斗着玩上 它从不同的角度看表情都不一样 我就正面看它特别的委屈 因为它嘴巴底下好像是扁的吧 就侧面看就有点油猛 有点凶 对对对 就是酷酷的那种感觉 鸵鸟来自非洲草原 身高能达2米5 体重能达300斤 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鸟 黑色的是公鸟 灰色的是母鸟 近些年来 鸵鸟 肉 蛋 毛等商品价值越来越高 王光正是看中了养殖鸵鸟的前景 在2020年引进30只小鸵鸟 2022年3月份鸵鸟开始产蛋 它就是靠着肿蛋孵化小鸵鸟挣钱 光哥 你这些鸵鸟怎么身上有不同的颜色 这个头上是红的 然后这个脖子是绿的 红色的叫红头 这绿上脖子叫绿脖 给它写个名字 加蛋的手边也好记 几天前 王光在每只母鸵鸟身上 都做了不同颜色的标记 本想着通过观察产蛋的情况 找到坏蛋的原因 却没有任何线索 就在帮小妹走访的过程中 又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他怎么老是咬这个栏杆 然后张嘴 对了 到了那个该吃零食的时候了 吃什么 吃零食 对对对 王光喂给鸵鸟的零食 究竟是什么呢 他说答案带到田里去找 这是啥 木许营业价值很高的木桃 有点甜 你怎么知道鸵鸟爱吃这个的 看书看来的 为了让鸵鸟吃得好 产好蛋 王光还种了木许作为零食 为鸵鸟补充营养 王光为了养鸵鸟 鸵鸟不仅投入了全部身家 还欠下了十多万元 好不容易盼到鸵鸟开始产蛋 要见效益了 却出了问题 零食到了 用咱们的这个炸炸机炸一下 这是什么呀 这是那个我们的精赤料 要把它放在一起 对在营养均衡嘛 对吧 扫得那么精细啊 对 一点都不舍得剩下 对 这都是钱嘛 在野外 鸵鸟主要吃植物的果实 精叶等 为了满足鸵鸟的营养 王光精心准备了青草 玉米 豆粕等饲料 四味的同时 有食会搭配上木许 作为小零食 提高鸵鸟采食量 促进生长发育 它们吃饭怎么不嚼啊 它们没有牙齿 那牙它们又好像鳄鱼一样 一吞就把它吞下去了 打起来了吗这是 对 打起来了 你看它俩刚刚就是 伸着翅膀然后互相追 对 还发出那种很恐吓的声音 对 鸵鸟表面温顺可爱 但打起架来战斗力超强 高高扬起的翅膀向两面盾牌 抬腿旋风踢是它们的绝招 只要一打起来 不分胜负绝不罢休 王光的鸵鸟偶尔也会打架 他担心鸵鸟打架受伤 影响交配和铲蛋 为了拦架也吃过苦头 这两个鸵鸟打架 然后我就去拦 或者夹在两个鸵鸟之间 可是他们两个不打了 把我也打了 你这个疤是鸵鸟踢的吗 对 这也是啊 对 哎呀这一道更长 对 你说你养鸵鸟啊 又给它好吃好喝招待着 又好好给它看着 结果它就是这个受精率不好 对对对 不化率还不好 对对对 你觉得它对得起你不 我觉得应该是我对不起它吧 照顾都不好吧 我跟它就是看了一篇鸵鸟以后 我晚上回去 它给我发了一张照片 是它写的一封信 一到月底就发愁 鸟得吃 钱得借 谁借钱都知道借钱的心酸 第二年我也要去打工了 再这样下去 我可能也没有办法撑下去家人的支出了 它为什么不当面跟我说 可能是因为它之前跟别人说过 可是没有人理解它 那一刻我就决定 这个忙一定要帮 刘家是当地率先养殖鸵鸟的尝试者之一 它经常做出一些奇怪的举动 奢侈组找到它时 它正在挑衅鸵鸟 这是干啥呢 今天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个鸵鸟的攻击性 看看有多巧 刘家试图通过一根粗木棍 来测试鸵鸟的攻击力 以此深入地了解鸵鸟习性 看这个鸵鸟的力量有多大 这么粗 这个木棍都湿了 乡土专家刘家 年龄35岁 河北省宝定市清院区 李庄乡刘王立村人 养殖鸵鸟十年 现有种鸵鸟三百只 小鸵鸟年出可量四千只 鸵鸟 是吧 它怎么这个时候在跑步啊 刘家为何要起个大早 来王光的鸵鸟场 早昏早遇 鸵鸟的早昏早遇 啥意思 鸵鸟交配 还要讲究法定年龄 它劲儿好大呀 弄得动吗 王光鸵鸟场坏蛋的问题 最终能否得以解决 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请继续收看 鸵鸟场的坏蛋 刘老师到了就这儿 接到栏目组的邀请 清晨六点 刘家和帮小妹 一起来到王光的养殖场 像不要进 像不要进 为什么 因为这个鸵鸟它胆小 咱不能这么贸然地进去 先看一下现在鸵鸟 鸵鸟 是吧 它怎么这个时候在跑步啊 每天早上起来都要运动啊 但是跑完步之后再去吃饭 太意外了 鸵鸟还是要晨跑的呀 我觉得刘老师 真的是很细致 刚刚我俩在门口看了半天了 我看见鸵鸟在晨跑 你知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你咋不知道呢 光哥 你不经常在这儿吗 经常在这儿也没注意过 没有细心地观察过这些的 对对对 鸵鸟每天早上起来 它要先跑一跑 看它有精神状态都还不错 当时感到非常的意外 我以前从来不知道 鸵鸟有这儿气象 我以前是体育生 喜欢早上起来去跑跑步 说来回跑的时候 这鸵鸟它也会跟着我跑 不跑了 它还在跑 鸵鸟擅奔跑 一般情况下 身体健康的鸵鸟 经过一晚的休息 清晨会跑步运动 展现活力 锻炼身体的同时 还能保证 以良好的状态进食和交配 刘家观察发现 王光家的鸵鸟跑步时 身体平衡 脚步轻盈稳健 由此可以判断 鸵鸟身体强壮 精神饱满 晨跑完的鸵鸟准备进食 那鸵鸟方面是否存在问题呢 玉米 豆泼 这是花生姜是吧 对 这是鸵鸟专用鸵鸟 一般鸵鸟专用鸵鸟 它这个鸵鸟营养搭配都比较好 比较均衡 我整个都喂料了 行 你这个一天喂几次 喂两次 上午七点半 下午一点半 因为三斤 一只鸵鸟一天三斤料是吧 你看他们吃得多欢啊 刘老师 对 他因为运动完了之后 他饿呀 喂的料还有喂的方式 都没有问题 对对对 这个没问题 一般都是这么喂 刘家通过查看鸵鸟的饲料 和近视情况 排除了因四味不当 影响鸵鸟健康的可能 到底是什么原因 导致鸵鸟受精率低 弱精淡多呢 这个鸵鸟现在有多少只 30只 30只 现在这个比例是多少 公母比例 这是1比2 10个公的 20个亩的 对对对 这个比例还可以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邝哥 你看这些母鸟 怎么都在抖翅膀 这是在发情的秋 跟那个孔雀看平 有点 正常情况下 鸵鸟交配 堪称一场非常有仪式感的 大型相亲现场 公鸟会为爱高歌 会捂着翅膀跳霹雳舞 母鸟如果被公鸟吸引 就会煽动翅膀一起互动 母鸟吸引公鸟的方式 要矜持得多 只需轻轻振翅 就足以让爱慕者 跳着踢踏舞上前亲近 然而 就在王光家鸵鸟相亲的环节 刘家却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但是它这个母鸟鸟 它陡翅膀的公鸟没有反应 这是妾有情 郎无意 为啥呢这是 看一下 你看这个母鸟鸟都蹲下了 对 它这个就是 你看它卧下之后 就等着公鸟鸟去 给它去交配 这母鸟鸟很失落 这我不够漂亮吗 难道这些公鸟鸟 都看不上母鸟吗 刘家决定进一步寻找线索 在场地里边转了一圈 好像犯了一个最基本的错误 王哥 你看一下这三只公鸟 它有什么区别 是一个 有在个高里的盖 你再看看 它的那个嘴 一个颜色 一个深一点 一个浅一点 是 这个颜色还没有完全变过来 鸵鸟还要变色吗 鸵鸟 年轻的时候 就是它这个嘴都是黑色 随着它年龄的增长 它这个颜色 就是会变浅 发粉 最后发红 有的已经变了 有的还没有变过来 这有啥区别 它这个红色的 就是杏成熟 稍微早一点 我从这个上面 就是感觉它这个岁数 还是 可能是稍微小一点 就是现在是有多大了 是2020年 三分月份 是有样的 就相当于是早婚早育 鸵鸟 早婚早育 啥意思 公鸵鸟它两年半性成熟 母鸵鸟是两年性成熟 就是公鸟也比母鸟大半年 母鸟现在是产单是正常的 但是公鸟这个交配 还有点早 现在它还没有到性成熟 你让它在一起去 它相当于就是早婚早育 这鸟鸟 这鸟它不是 它已经会交配了 它怎么还没有性成熟呢 这个因为有发育早的 有发育晚的 就是偶尔会有 就是成功的也会有 就特别少 但是两年半以后的话 它这个受精率就会提高 然后出口率啊 各方面都会正常了 这样是不是主要问题啊 这个年龄肯定是主要问题 母鸵鸟达到性成熟需要两年 公鸵鸟却需要两年半 王光养的鸵鸟才刚两岁 虽然也有个别发育好的 公鸵鸟提前性成熟了 但大部分公鸵鸟都还没有性成熟 精子质量差 种蛋受精率低 这就是王光鸵鸟厂坏蛋多 小鸵鸟孵化率低的根本原因 没有想过鸵鸟 还有娘娘查这个给大家讲 你看不是说你有四个鸵鸟蛋 怎么就出了一个 是那一个出来都是幸运的 像咱们说 早说的这个问题 怎么解决一下 把这个性成熟 早的跟性成熟 晚的这个要分开 由于王光的大部分公鸵鸟 还没有完全性成熟 刘家建议 把已经性成熟 和没有性成熟的公鸟分开 并按照公母1比2的比例 为它们组建小群 这样一来 已经性成熟的公鸟 可以减少交配次数 保证精子质量 提高受精率 没有性成熟的公鸟 再等半年时间 也会陆续性成熟 鉴于王光缺乏 对鸵鸟习性的了解 刘家建议他 到自己的鸵鸟养殖场参观 刘老师 鸵鸟长得好好啊 那现在书子是干什么的吗 这个是打的耳边就做个记号 这个就相当于是给鸵鸟起的名字 你看你那是喷的漆 鸵鸟多了之后就这几种颜色 不太好记 这个挺科学 你那你那也应该打上这个耳标 这要好记 鸵鸟没有耳廓 耳标只能打在脖子上 刘家的鸵鸟全都打了耳标 这是为了更好的记录 每只鸵鸟的健康状况 并能追溯鸵鸟的产淡和受精情况 李老师 你这个鸵鸟是年龄差分的吗 现在你看能不能看出它一个岁数啊 也是四五年吧 你的判断依据是啥 我的鸟子比我还鸟子红啊 其实我这个鸵鸟现在已经六年了 我这个鸵鸟当时就小的时候 我会买一部分买几只公鸟放在这个里边 大半年的或者大一年的这种的 看这个在这陡翅膀的 你看把这个公鸟让它起来 为啥让它起来 为啥要让它起来 怎么了 看会不会给它交配 你看看看看 开始给交配了 它就这样迈着小碎步过来 就是找到交配来 对对对 看现在交配上了 那过一段时间 这个母鸟下的蛋应该就是受精蛋了 受精蛋对 这个百分之百是受精蛋 关哥你那边是不是就母鸟抖的比较多 供鸟就很少啊 是是是 刘家的鸵鸟也是按照公母一比二的比例大寻饲养的 公母鸵鸟都已经达到了完全性成熟 就不需要再按照年龄差分卷 这样就可以自由交配了 那边在打架吗 打得好凶啊 你看这个就追着这个打呀 往这边也打 赶紧去制止一下 打赢的这个鸵鸟呢 给这个母鸟去交配 它这样交配次数多了之后 也会影响这个受精率 繁殖季节 公鸵鸟常常为争夺交配权而打架 这不仅会导致受伤 而且打赢的公鸟有更多的交配权 过度交配会导致精子质量下降 竟然影响肿弹受精 王光的公鸵鸟 由于还未全部性成熟 偶尔打架不会影响肿弹受精 但如果公鸵鸟频繁打架 就要及时阻止 关键是没有经验 知道怎么拦 那你应该怎么办呀 就拿着那个棍子 拦架神器 刘家所说的拦架神器 到底是什么呢 这不个钩子吗 它也可以拦架 也可以抓鸵鸟 你试一下 试一下 直接这么说 这就勾住了 对 会不会弄伤它 不会 你看这个钩子 它这头这有个球 就是不容易伤到它的皮 就是相当于是它这个脖子 正好就卡在那 相当于我这个手是它那个头 就卡在这就出不来了 鸵鸟气势嚣张 是因为它们在身高和视野上 占绝对优势 可一旦把鸵鸟的脑袋拉低 就能让它们瞬间 失去战斗力 刘家正是了解这一席性 才能轻轻松松制服鸵鸟 我带你再去看一点好东西 行行行 小鸵鸟 这么多小鸵鸟 看这个小鸵鸟 它长势多好 看这个腿蒸得多有力 你说这有多少只 现在大概是60多只 这是多少个大出这么多鸟 这一共是入肤是80多个大 出口率在90% 60% 像那么高啊 是吧 对对对 因为受精率高 受精率能达到80% 老二高高多了 就说你那儿这个鸵鸟 现在岁数稍微小一点 等下半年 性成熟以后 它这个受精率就会提高 科尔率也会提高 不用太担心 一天的参观 让王光对鸵鸟的习性 有了深入的了解 针对他鸵鸟厂坏蛋的情况 刘家建议 在公鸵鸟完全性成熟前 要及时做好分卷 王哥 你看刘老师给你带啥过来了 这是那个镖啊 对 这个是那个耳镖 咱现在去卷里边去给它打一下 这鸟这么凶怎么抓呀 你看我那不是都有那个抓鸟神器啊 我做的一个支部行不行 因为我那个做的好多了 这还给做了个这个保护措施啊 是是是 真细心 你要把这把这个打的 对对对 它那个皮没有神经 它不感觉到痛 来一只 它劲儿好大呀 弄得动吗 这样不干啥 咱从这把这儿隔一下 公鸟它这个形成熟稍微晚点的 按这个一笔二的比例分 通过对鸵鸟会颜色的变色程度进行筛查 最终 王光的十只公鸵鸟中 有七只还没有性成熟 被单独分离出来 按照公母一比二的比例 组建了新家庭 辛苦你们了 辛苦了 辛苦了 不辛苦 谢谢 我看到了明太的希望 看到了 看到了 同为80后的两个年轻人 创业路上相互扶持 共同前进 路就会更宽 更远 嗯 黄套路上mos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